今天要介紹的是三個木胎的漆器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兩個是飯箱 那飯箱顧名思音就是裝飯的容器 那一般就是在日本呢 他們做散壽司或者是壽司米的時候 他們會把在電鍋裡煮好的米 再另外放到這樣子的容器裡面 然後搭配這樣子的飯匙 就是半碗 半醋飯在這個裡面 非常的好用 那我們這邊有兩個尺寸 這個是稍微大一點 這個是稍微小一點的 那另外這邊呢 有一個類似紅木的盒蓋 可以看到裡面的木紋非常的漂亮 那關於這樣子的長形的木箱呢 因為它的那個 空間是蠻夠的 所以就可以自己想像怎麼使用 有很多零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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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了 所以來這裡有什麼零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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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呢 也是 非常的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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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op